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动物庄园都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了 所以这个人的伟大在于后来我们最近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发起纪念 这个人有趣的在于他死于一九五几年 那么他只上过中学 英国的什么非常有名的著名的贵族学校莫顿 不是 什么学校中学 然后他本人并没有 我们知道他本人没有预见 没有实际的参与到在他的写这小说 运用小说的时候 像纳粹运动的还刚刚开始 而且像斯大林运动 斯大林主义还在东方还没有兴起 所以在他的并没有对一个极权政治有多少的体会 没有多少深刻的这种经验 但是他写的小说以后让人们过了多少年一看以后 都以为是在写苏联写斯大林写希特勒 以至于我记得在八九年之后 我们湖北出版社要编一套介绍西方名著的书 我负责这一部分西方文学名著 其中就介绍了《动物庄园》和《1984》 所以那位女编辑吓得不得了 死也不肯把我介绍这两本书放进去 他说这不就是影射我们现在吗 完全说的都是我说这个人早就死了 他根本就没有活到现在 他的厉害就是在于 他对于各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下面的这种控制方式 可以说分析的非常的犀利 所以小说主人公温斯顿 那么这当然反映出来是 在一个无孔不露的权力的压抑下面 监控下面 人类是多么的可怜 连我们的欲望都不能属于自己 都属于某个政权机器 某个党老大 在那老大哥 那么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现象 所以他那里面 所以我有些讲的语言 你们不要以为是根本就是他当 都是他当时发明的语言 是吧 所以为什么他这可怕 很多东西让人听了以后 简直是在我们生活中间 怎么就甚至有这样的表现了 是吧 所以另外一位人类学家格里兹 是吧 他最先开启的这种 比如说那么对于地方性知识的 对于民族制的研究 对于地方性的知识的研究 我们在文化研究里面 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呢 关注的是这个主流的文化 是吧 亚文化 精英文化 我们对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的记忆 那么缺乏足够的重视 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后现代背景下面 我们要碎片化 要求把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要碎片化 要反叛那一种社会的同一性 所以呢 在学术的研究上面 也要重视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对地方民族制的发掘 是吧 一个地方的神话 一个地方的民族的记忆 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在这里 在他们的眼光里面 都成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弥足珍贵的研究事业 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界里面 尤其在社会学 我们看到 有非常可爱的研究 可爱的这些 他们的研究学术活动 研究一个地方的吉日 一个地方的吉日 感激 一个地方的庙会 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的演变 小事业 小问题 大事业 多好 是吧 那么所以不像我们在座的研究 可能将来一些文章 写的都很伟大 大而无当 是吧 没有内容 所以呢 慢慢的我们要调整 所以它有它的 这些积极的方面了 所以这个 当然了 我们说 这就是文明 我们总的来说 这种后现代的思维 对身体 对欲望 对我们人类自然属性的 这种反思 它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一般人无法看到的权力 文化 某种价值观 对我们的身体的操控 我们成了 我们的身体 在这个意义上 并不当然属于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 每个人要有这样的反思的能力 要做自己的主宰 不要被那些电视上 你同胞 你同学 不要被电视的那些东西 时尚的东西 有时候要有点巨视感 不要被网络的东西 要做困兽之斗 要挣扎 要把身体 要把我们的生活 生命和身体 争夺回来 所谓自己 多么不容易 当然了 话也说后来 我们说 加定说 当然批判理论 什么叫批判理论 它就不是建构 它批判文明对身体的压抑 那么强调欲望的正当性 当然它并不等于说 一定要重建一个回到人类 回到狼奔之徒的这种原始森林的时代 对不对 回到那里去 大家都以毛如血 然后 对不对 一丝不挂 然后回到那样的时代 不是那样的 它的意义重在于 批判的理论 后现代理论的价值在于 我或者他并不能够有信心 有自信的给我们指出方向 它的意义在于 它的学术使命在于指出 我们现在的生活生命方式的不合理性 值得反思的地方 但是我的使命不在于给你们指出方向 我只在于告诉我们现在的方向 现在的生活有问题 这是它的价值 大家不要以为 不要用我们中国人的老思维 你光批判 你说这么厉害 你给我们一个办法 他家家说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能做的唯一的是批判 就是这它的价值所在了 当然 所以 因此 我们 就是说 这是要理解它的 当然 这个里面 这种批判本身 我还是 我们经不住 要对它质疑 对不对 如果 一个社会翻转过来 是不是 就像我们说的 我们回到丛林时代 当一个社会 用爱与 用身体作为反叛 作为革命的方式的时候 当一个社会的地方知识 成为公共知识的时候 比如说当同性恋 成为美德的时候 成正常的性关系的时候 那么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同样意味着一种新的 对身体的什么 亚裔 规训 一种 同样意味着一种 这种新的权力 网络的建立 所以我们说 从它的理论的逻辑 如果推演下去 就会有这样 所以 他们还是很聪明的 不要以为他们很笨 说这人怎么这么无聊 你有本事 那么 你老批判 我们经常讲 你这个老批判 老发牢骚不行 你要建设性的 它的问题是 恰恰认为 后现代理论 我现在把我的一点体会 告诉各位 我就觉得它的基本在于 对人类的文明的某种绝望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建构 我们能做的 唯一的就是不断地挑战它 不断地批评它 是吧 不断批评它 所以我原来看讨论乌托邦 我记得我在研究生们 也做过他们研究生会 那是若干年 两年以前 有乌托邦的一个讲座 我当年的思想 那么对乌托邦的讨论 还仅仅是一个层面 感觉到社会的乌托邦 有它的 我们过去所熟知的乌托邦思想 有它的价值 但是主要的 我比较多地强调它的 根据我们过去的失败的 惨痛的教训 强调它的对社会的毁灭性 它的灾难 造成的往往巨大的 空前的人类的灾难 是在于近代以来的 各种宏大的乌托邦的叙事 但是我现在 通过对这个 后现代理论的思考 我觉得慢慢地又理解了 另外一个层面 乌托邦思想 所以最近看这个雅各比的 关于乌托邦的讨论 使我的思想 那么对我原来 有所静静 或者有所修正 那么就是说 雅各比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就讲 它就区分得很好 它说过去我们出了问题 造成社会灾难的那种乌托邦 它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乌托邦 或者建设性的乌托邦 它总想建个建构 所以在我们今天 乌托邦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思源 人力理想 理想主义仍然是 理想乌托邦的东西 仍然是宝贵 它宝贵就宝贵在 我们唯一能够肯定它的宝贵之处的 就是在于它的批判性 积极的 否定的乌托邦 消极的否定的乌托邦才是社会 那么它认为才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所谓消极否定的就是批判 不是建设 一旦一种乌托邦主义者 想要把它的思想变成现实的时候 它的灾难才会真正降丽 最美好的思想 最美好的理论 会导致人类巨大的灾难 巨大的灾难 所以这就是我们联系到 关于批判理论 后见的批判理论 给大家讲 如果有时间 我们还可以过两年了 还可以再找一个机会 讲讲乌托邦的问题 这是关于导演部分 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来跟大家讨论的 那么具体到我们本讲的 关于传统政治的内容 那么对于宦官后非的政治的研究 当然首先 我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角度 通过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案例 我们要讨论的是权力和身体的关系 具体的通过这些人 在一个历史时期 他们也曾经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如何被一个文化 被权力建构成了社会的非正常的人 另类的人 他们如何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间 被建构成为一种负面的消极的形象 所以通过这个东西 我们更可以对专制政治的深刻的理解 也可以对人本身的缺陷 保持一个那么冷静的思索 而且我们对一个专制政治的这种典型性 对它的本质 透过这两个群体的分析 两种政治群体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得更深刻一些 比如说 那么在中国的对这两部分人的控制 可以说是身体监控历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控制 赤裸裸的身体的控制 对不对 它是我们表达这种专制权力的这种活标本 把人变成非人 那么把人像对待身口奴隶和战俘一样来进行严格控制 那么这是一种权力的 那么这个最典型的权力的符号 权力的表现形式 另外呢 那么我们还可以一个另外的角度 从性的方面来思考 这个把女性打入冷宫 把女性作为这个生殖的工具 把一种男性把它改变成人妖 那么这个把它不仅控制人的生命 关键是控制人的自然的俗性 操控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生命里面最深层的这种本能俗性 这种性状 性俗性 这是人 可以说这是人的身体里面最深层的俗性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通过权力来操控的 这是何等的 我们说它是一种权力意志的 一种何等猖狂张狂的一种表演 一种表演 所以我们说 透过宦官深厚非政治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权力的本质 所以当然对于从学术来看 对于传统政治里面 我们又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这种专制皇权 军权背后的一种幕后的替补力量 我们也可以透过它看出来这种制度本身的缺陷 或者不可科普的内在的困局 它是内在 它是矛盾的 之所以对这种传统政治的文化 对这两种力量可以说是基本上众口以词的是谴责 整个的文化 尤其是对所谓的宦官政治 宦官干政的问题 充满了仇恨 蔑视 这样的语言 已经背后的观念 充实在历史 在历史上可以说是连篇磊度 可是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化下面 宦官政治 后非政治 在中国又是如此的突出 我刚才讲 那么在整个的东亚社会里面 我们可以在甚至在古希腊 也看到过比如说买卖燕人 使用燕人的这种情况 比如在希腊半岛里面会把黑人 把非洲人 那么把它抓捕过来以后 阉割作为奴隶 是吧 在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里面 也会看到活跃了一些这种燕阁的人 是吧 在朝鲜半岛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独独在中国 可以说宦官 在中国的政治上 政治历史上如此的活跃 那么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是吧 这是这个世界罕见的 所以他呢 深刻的揭示了专制政治的 这种这个可以说他的内在的矛盾和困境 所以我们从前面这几个角度来切入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对宦官的干政 宦官政治 宦官政治呢 一个方面是干政 一个上面所谓的宦官之后 那么我们大致上讲一些基本的情况 我刚才说了宦官在各地都有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渊源有致 在这个上国在先秦之前 至少文字记载里面 在诗经 在这个中国的西州时期就存在了这样的 经过那么阉割的这种这个男性了 那么最早 那么人类啊 这种呢是来自于 比如说战俘 对方的战俘 抓回来的战俘 那么所以 部落之间的战争 把对方的战俘抓回来以后 经过阉割 所以人类很奇怪 这是受到动物 我们知道在动物里面 人类寻花动物 所以这是为什么叫专制制度 把人不当成人 这是马克思讲的 这个确实点于此可见了 那么这个 他是受到一些 我们这个传统社会里面 把一些这个动物经过阉割以后呢 那么把它处理了 以后供来用来人意识 比如说把牛啊 马啊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样的话 把战俘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最著名的 这个所谓俘虏 到了战国时 就是秦朝 秦帝国时期的赵高 他是呢 那么这个 他是贵族了 赵国的贵族 那么也是王室 然后被 由于他呢 这个长得个子很大 由于他呢 这个有文化 所以被战俘被阉割以后 掌管皇家的车队了 中车令 而且后来呢 这个慢慢的权力很大 因为他有文化 所以这个 一种发 所以有人认为这是 后来啊 他这个整个的 就是在他的一手阴谋策划下面 颠覆了 这个秦朝帝国了 是吧 报复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 那么犯罪 我们前面讲了 那么对罪犯处于攻击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奴隶啊 那么那个买卖的奴隶啊 那么到了中国的后期 在中国的先秦 因为这个战争啊 奴隶啊 这些方面多啊 那么这个 由于呢 在后期啊 在有些朝代 我们知道攻击实际上是 所有五行之一 非常厉害的 这方面很少用啊 那么用的比较少啊 对人 所以这个 主要是奴隶啊 买卖啊 或者说比如说 那么这个 我们通常这个汉民族政权 对一些边疆少数民族的人口 进行掠夺 掠夺为奴 那么还有的 到宋元以后 那么还有一些家庭贫困的人 自攻自卖为奴 那么这个 我们都知道这个清朝的 像李莲英啊 等人呢 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 对他们的称呼啊 有很多种说法 唐代以后呢 通行的说法是太监 他正式的说法 宦官太监 那么这个 有很多 根据他们的身体特征 或者文化特征 燕人 世人 中人 有的是根据他们所在的官牙 中人 当然污蔑的说法 燕丑 燕奴 称呼 那么幻术 这都是比较幻术嘛 术之小之小人的这个意思了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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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